三中全会即将登场 两大人物恐被处理 广东高速度塌方 死伤惨重 多车坠落爆炸 混乱的2024年 巴西先知预测将有新型病毒爆发 据NTDTV报道 4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宣布今年7月 在北京举行二十届三中全会 舆论认为 三中全会一拖再拖的原因 就是中国经济及人事两大问题无法定论 中共二十大后 党魁习近平亲自组建的李强内阁 五个国务委员中就有两人下台 就是秦刚和李尚福先后被撤职 原因至今不明 同时 其亲自组建的火箭军高级将领 被一国端 今年2月27日 中共前外长秦刚 被官方宣布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3月4日 中共人大发言人楼勤俭对外媒称 李尚福不能参加本次两会 因为他已经不是人大代表 7月举行的三中全会 外界将聚焦秦刚 李尚福的中央委员职务 施法会在该会上被撤 以及公布对两人的定性 及处理结果 中共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 去年12月29日 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其中央委员的职务 预计也在三中全会被撤销 此外 失踪数血 盛船卷入火箭军案被查的 中共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杰 已被悄悄撤换 今年4月12日 陈希明被宣布任航天科工董事长 党组书记 袁杰市 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其职务也可能会被处理 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 对NTDTV表示 他遇见三中全会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 所谓改革 经济发展 老生常谈 现在习当局 心浮气躁 没有什么风略可以出台 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办法 外部的环境已完全搞僵 最多就是对一些人事进行调整 除了秦刚和李尚福 中央委员要有个交代之外 还有很多涉及到倒台的很多人 都是中央委员 所以三中全会要有个交代 前中纪委官员 中国问题专家王有群 曾撰文表示 中共高层内斗 已斗成一锅粥 中共已向中国共产党王的 终点冲刺的态势不会变 没有必要对三中全会抱任何期待 袁红冰也曾表示 现在是社会民心动荡 官院如潮 面临随时出现突发的 反抗事件的可能性 2024年 习面临一个极端的危险 长假首日 五一凌晨 广东梅州高速公路发生他方事故 官方称 20辆车坠落深坑 已至24人死亡 据都市快报报道 梅大高速公路路面塌陷事故的现场目击者称 一车7个人都在睡觉 突然崩的一声 车辆失控 我们瞬间清醒 忍不住尖叫 后来停稳后 说后面一个坑 好像好几辆车都被坑搞得失控了 车胎也爆了 我们下车想看看其他车什么情况 谁知那时路面已经塌方了 我们过的时候 可能路面只是开裂 或者就一些小坑 我们后面的车全部掉进大坑里去了 四五米的大坑 有路过事发高速的车主表示 我今天早上七点经过 路上已经没什么车 经过时 大浦高速口往福建方向 已经有应急车和冰淇淋桶围住不给通行了 澎湃新闻报道 5月1日上午 一位途径事发路段的车主表示 有多辆车从高速掉落 其中 还有车起火 一位年长车主 发现情况后赶紧停车 并往回跑了数百米拦车 防止后面车辆再发生意外 相关视频显示 事发时从高速掉落的车辆着了火 且火是较大 有途径事发路段的车主 网上留言称 多辆车从高速掉下去 现场听到爆炸声 大浦县一位当地居民表示 高速地面坍塌地方 位于梅州市大浦县茶阳镇 据其提供 照片显示 多辆从高速掉落的车辆 已严重烧毁 还冒着烟 据报 现场多辆车已烧成空壳 堆叠在一起 有网友向澎湃信闻表示 他的朋友开车 从深圳去福建旅游 不幸从高速掉落 车上有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 目前均未联系上 该网友称 这个朋友是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去的 开了两辆车 另外的朋友刚好去上厕所 从而逃过一劫 一名福建女子称 一家五口失田 一日上午 她告诉上游新闻 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 五名家人 从广西开车回福建 但4月30日晚11点多 到连平中信高速后失田 目前 车上五人的电话都打不通 自己非常担心 此事引发 大陆网民怒嘲 不少网民直指 肯定是豆腐渣工程 还找背锅的 马德确定不是偷工减料 出事情怪下雨 要是有货车 就是货车背黑锅了 看吧看吧 肯定又是 车多超载 把高速压塌了 没有货车 货车不用背锅了 背锅的成了地质灾害 为什么出了事 就不先查查路基问题呢 有网民抱怨 质问 下大雨不是逃避责任的理由 为什么只有一小段路塌 难道这个雨 只是在那一小段路上 下个不停吗 一般出事情 查监控 监控就失灵 分明是掉下去了 非要说被困 被谁困 不要强调自然地质灾害 应该追究深层次原因 怎么设计的 怎么施工的 一场大雨 就能造成大面积坍塌 海外X网民评论 没有人愤怒 更没有人被追测 豆腐渣工程大爆发 贪污腐败害人无数 烂无可烂的党国社会 全力带来的腐败 共匪国的公路 施工建造是层层贪污 层层转包 几乎全是豆腐渣工程 各种事故层出不穷 现在对未来 做出预测的名人中 有一人被冠以活着的 诺查丹玛斯之名 他是现年37岁的 巴西男子阿托斯沙勒美 过去 阿托斯成功预测的事件 有新冠病毒的流行 俄乌战争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 敌世等重大事件 他以神奇的通灵能力 与预言著称 被冠上巴西先知的称呼 获得许多的支持者 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回顾2019年时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 夺走的人命不计其数 成为目前历史上 致死人数最多的流行病之一 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与人生 然而在阿托斯近期 释出的预测中 又有关于疾病的预兆出现 时间点会在2024年的年末 届时将会席卷全世界 他在警告中表示 新冠肺炎只是一个前兆 会有另一种崭新的致命的病毒 从南极出现 可能来源自冰层之中 又是一种令人害怕的流行病现身 对于这种未知的全新病毒 阿托斯并没有透露 它出现的原因 也没有透露是否会出现疫苗 对于这种病毒的威胁 阿托斯表示 人类与它的战斗 将是旷日持久的 将会再次带来死亡 痛苦 以及严重影响身心 人类如果没有展开行动 控制病毒的肆虐 那么种种因素都会造成 人类的死亡人口剧烈增加 将会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死神 尽管阿托斯并未提起 病毒的来源与疫苗的预测 不过如同面对新冠肺炎的防护措施 携带口罩是一个明智之举 科技始终来源于人性 是一间手机厂商曾提出的广告用语 在阿托斯的预言中 出现令人联想到这句话的预测 现代科技带来了人性冷漠 不过在阿托斯的预测中表示 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人类 与死者沟通的桥梁出现新的可能 过去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争议 从未间断 一部分的人对此抱持好奇与希望 另一部分的人则是维持谨慎 有的人对此依然无法接受 阿托斯认为 人工智能这样的科技能够与靠近 超自然现象的精神领域产生联系 这样的变化可能超越人类的准备 将会随之带来道德困境 与社会动荡的问题 随着两者的互相靠近 过去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内容 也可能真正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于2024年 除了前段关于病毒的提防 阿托斯认为将会是突破型的一年 可能带来揭开奥秘的期望 能够与一故的亲人相见 探索前世 当然 目前为止 相关的议题仍涉及 包含伦理在内的复杂问题 许多人对此也保持怀疑态度 他还提到了网络攻击 三战爆发 接触外星物种 以及非洲与中东的天灾 让人谨慎静待 接下来的世界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